第67届扎晃冰雪节 5号在日本北海道扎晃市开幕 冰雪节共有大通公园 真居内公园 博野三个会场 一座十米高的巨型雪雕 格外引人瞩目 它的原型是北海道新干线列车 列车将于3月在北海道开通 这座雪雕作品来自日本动漫《近击的巨人》 就连人物面部的细节都雕刻得栩栩如生 今年的扎晃冰雪节共展示出208件雪雕作品 将吸引大约230万游客前来参观